两年来台东第七次风调已顺 稻谷封缩 米仓爆满 造成股价下滑 不过三四月因武汉肺炎疫情 民众减少外出用餐 让长冰江农会白米销量 意外提升到三到四成 有些小农议定放售一年份的稻米 也都已经出售一空 我们在三月份的时候 我们的网络的订单大量的暴增 这比以往的话大概多了三成到四成 那一般来现场买的客户 也因为疫情的关系 大量的购买了我们农会的米 这两个月的确是很多 就是打电话询问我们米的状况 就是希望我们可以把米卖给他们 可是其实因为我们小农的米的量 其实不多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 已经没有米可以卖给他们了 现在的状况是这样 长冰江农会位在长冠部落的脱缩中心 每天也都会有外地顾客特地购买白米 不过他们表示 不是因为疫情特别购买 而是信任当地纯净的白米 因为长冰稻米为了让土地生息 每年只种第一起作 农会表示土地生息后 才能够种出好品质稻米 我们不是因为这个原因 我们纯粹是想要 好好的品尝台湾的米 对 因为在东部这一块的米 都让人觉得很纯净 然后其实我们在北部吃 也觉得很好吃 对啊 既然来到他们的生产地 当然要好好的去 去了解和购买 我们是一起做的米 那我们在二起的时候 都让土地休息 那土地休息的时候 你在种植的时候 你就不需要很多的肥料 再来我们的水质 我们的水境都是山上的山泉水 再来又是多了一个吹海风 因为疫情 白米效量意外提升 农民期望六月份 即将收割的稻谷 收购价也能提升 而未来效量也都能稳定 原时新闻法务 台东长冰采房报道